主要如果是防守性比较高,比较着重一个平稳性的话 我认为现在一部分的高息股是仍然可以留意的 因为在前期大市下跌的过程当中 就算说的一些公用股也好,或者一些高息股也好 其实都抵挡不了大市下跌的拖累 反而见到一些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多高腰或者高股息收入率的股票 其实都突然间有一个非常之很吸引的股息收入率 但是经历了现在大市的反弹之后 其实有不少或者有部分的一些收息股 股价已经上升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投资者不妨再精挑一些为股价 还是相对比较落后,防守性又强 以及股息收入率又高的一些高息股 我自己个人推介就包括了一个6823和1310 就是一个香港电讯和香港宽频 始终这两个业务相对比较稳定一些 以及两者的股息收入率都超过了7厘 以香港电讯为例 其实看过去股价表现 都跟她那个母亲,就是电讯营货 相对比较密切一些 而最近电讯营货的股价 其实穿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声势 但是反而见到香港电讯 暂时那个股价的升幅就未至于太过险著 所以我相信在两者相对比较密切的情况之下 我想对于香港电讯的股价 还是会带来一个不错的支持 第二个就是香港宽频 香港宽频其实它那个 可能过去有不少投资者 都认为香港宽频可能是做一些 就是5G 或者说一些民用的电话为主 但是其实它现在商用的业务 占比是最高的 我们随着在疫情这段期间 我想对于商用在遥拒工作 或者说的网络会议这些需求 其实真的增加了 也都见到集团在这些方面的业务 取得一个不错的进展 再加上现在的股息商务 是有百亿以上 所以我相信这两只股份 对于一些防守性 比较追求防守性的投资者来说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免分别看